雨后有车时来 时光暮色苍怪 就铁皮网难开 一点人已不在 手艇农年夏的 是个电台 我本来想说第一站 让你们看看我的中学 结果我还没走过去 我发现我学校没了 好像被拆了 啥都没了 不是这 我咋介绍呀 我带你们上去还是看一下 看还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我刚跟你说了 那是茅房是吧 我这个位置 就是我的座位的地方 真的假的 就是它有两个班 一共就两个班 这有一个班 然后我是坐第一排 大概就这个位置 就这 脚下 没了 你们可能觉得我在编故事 但是我找了点证据 唯一一个就是那边 配电站 上面写了一个进修校配电台 这里老杨给我帮我补个镜头 不动情的咳嗽 我至少看起来 归途也还可爱 新鲜少了紫带 再不见那夜里 听歌的小孩 时光匆匆独白 想清楚啊 这等下得倒下来啊 如果走错了 这路不通呀 哦哦哦 怎么说 这这技术 想不想知道我老家在哪里 就在此地 内洞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坡现在都铺上水泥地了 以前都是那种 你知道土路 一下雨就开始往下 哦呀 啊 啊 哎 啊 你好 也好 也好 远离的 没车 远离的 嗯 远离的车 打不见 下来我把水管让你摔 一杯打农月的摔 一杯就自然刚吃 你要了吗 要了 这怎么吃 能吃啊 直接咬 我已经吃一遍这款了 就路上飞去不飞去 重点那个东西 三十条 哈哈 三十条 嗯 几号 几号出来的了 256号吧 我就是来这找大的呀 嗯 这就是吃饭烧火的地方 烧完以后抗热热了 冬天 我看到几张我销售的照片 看一下哪个是我 老杨 大的是你 嗯 拉尔湖的我 这是很好热的吧 从小就是一个超男 有没有 有的 有一说一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吧 比较炕 哈哈哈 其实冬暖夏阳 这你这夏天在这你觉得热吗 那都不热 感觉看电视剧一样 看电视剧 对 对 这是头上搭了一个顶 因为顶上那个时间长了 它掉了 嗯 原本应该你能看到应该是拱形的 这院子里以前什么蛇呀乱七八糟的都有 真的啊 真的呀 最前是井盖 那是茅房嘛 就你上厕所的地方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 不拍了 不好看 可以吧 你知道我以前走这个坡最怕什么吗 小时候 最怕放羊的 哗 整个羊下来我就没出躲 你知道我就赶紧跑回去 这有骑单车的吗 骑单车到没有 都骑摩托上来 哇那很危险 不危险 这坡其实还行 你知道你见过羊屎吗 没有 羊粪蛋就一颗一颗黑色的 我小时候以为那是什么种子 还是什么玩具呢 剪了一大瓶回去 他还告诉我那是羊屎 你剪回来干啥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今夜里犹豫不停下 产品中闷晚的暑假 新学年又改剪头发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也开始憧憬和变化 前几段前段时间热 就比较热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家庭出身重要吗 观众朋友们先回答一下 找个地方聊一聊这个事儿 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家庭情况重要吗 大家先弹幕说一下 老杨你觉得 我觉得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家境决定你的出身了 不是 你觉得你哪个人生目标 是因为家庭背景限制你是达不到吗 有吗 其实没有 对其实没有 其实我本来刚刚想说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想成为王思聪的家庭情况肯定重要 或者你要成为苏宁的公子哥 或者你要成为那个李嘉诚的儿子 那肯定他们的高度可能是你一出身 就决定了你可能一辈子都追不到的那个高度是吧 这种维度上来说家庭情况重要 但其实我想想反例其实也很多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个例没有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就你不能拿个例来说事 我觉得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了对吧 如果你比如说我就是在这个山区里长大的 那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去城里 因为城里教育资源更好 医疗资源更好 我也不觉得家庭出身影响你去做这个事情啊 尤其男孩子啊 家庭条件一般或者差一点的还更容易成功 这可能观众开始反对了 可能我接触好多有钱的孩子 没有在好好奋斗的 奋斗的是少数 反而是玩来的是多数吧 对好多人来说来这就是体验生活 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聊过我的成长背景 成长环境 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我家是很有钱 是吧 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错觉 相处一两个月就不会有了 对相处一个礼拜你就空了消费官就知道 其实我不是什么 而且你们看这环境 如果我都能在这个地方走出去的话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至少对于百分之五十八十的人来说 比我家庭条件比我好的人来说 其实没有太多限制的 对吧 你们如果觉得我现在的生活 是大家想过的生活的话 而且你们条件比我好的话 那你们努力一下一定过得比我还好 可能只是混的时间太少了 就是打拼的时间少 所以还没到那个高度 但其实对 你不要总想着说人人都当英雄嘛 就是你做个普通老百姓 你只要过得比父母辈好 让你周围的人的生活条件又得到改善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不晓得成功了 读书还是能改变命 要不是读书 我真的我咋去香港 咋去台湾 咋在深圳混啊 是不是 当然有个好的家庭条件 加上你自身的努力 那你肯定比别人更容易成功了 但是其实不好的条件也是一个挑战 和老天给你的机会 我觉得 是不是 比如说我经历的你就没有经历过 因为你条件比我好 是吧老杨 对 我捡过羊分蛋 小时候在河边抓过青蛙 逮过蛇 晚上在这山上跑过 你能经历到吗 你经历不到呀 我小时候可能就吃辣条了 我就是个例子 对对 我就是你们活生生的例子 走吧 回去吃饭 所以家庭条件重不重要 这个事情的答案 我觉得不是绝对的 一定不是说绝对的重要或者不重要 但是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 你的路都不是死的 这个社会还没有固化到 你没办法靠自己努力 改变命运的时候 对吧老杨 对 加油 加油 满满那个满满啥呀 满满啥 满满啥快点 文化沙漠 快点 满满掐烙 观众朋友们答一下好吧 我不说 看有没有人猜得错 走 看不知道 活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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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办法 你看我看家庭 出来了 去去去活络 你还是要喝的 小微 好呗 上年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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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啥可得有高 好 舍掉啊 鸡蛋饮料不是让你全吃 吃多少 结账的时候算多少 好吧 麻花也是一样 但是你别每一个都咬一口 我 怎么按 没有 你泡在这里面 泡在这里面 软的就 有操作的呀 高操作 这些 这不是吃完了 在不见那夜里 听歌的小孩 时光匆匆突白 一枪电被磨成卡带 一枯卷的情怀 它随成年代 这个建筑 是 现在也不是学校了 这个是我高考的地方 高考不是一门是英语嘛 然后英语的话 我自认为自己还可以啊 临近高考的半年吧 至少我的英语课上做数学题 或者理宗 因为我当时一模二模三模 除了作文扣分 前面全播都对嘛 然后当时我也很膨胀 我就是比如说2点开考吧 我1点5时起床 准备来考场 所以就是感觉最后一个铃声都响了 我才换往右进来 你想我平时模拟考试英语 大概都是140多嘛 我搞过高考英语100分 真的就是这一门改变我命运了 所以真的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 什么课上做什么 就没有你绝对的强项和弱项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当时英语老师看我做数学题也挺无语的 但是他知道我成绩好 所以他也不好说啥 但是你看 你看最后拿结果说话 还是栽了吧 总有报应的 你不要着急 哈哈哈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干干嘛的时候干嘛 我曾难堆把与世界之大 也穿你与其中梦化 不得挣扎不做挣扎 不去笑话 我曾将青春把勇拳踏 也曾指着探出山下 请这所动气就随远去吧 你将光行走 任风吹雨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